真的是这样吗 李维那天其实并没有生病对吧 家里的钥匙也并没有被王一拿走对吧 其实你当时就是想把我扒光了是不是 是 但是我最后不是没那样做吗 对吧 心里早想了千百万次了吧 你呀真是被我宠坏了 以前哪敢这样啊 以前是不敢啊 但我也不是那么的听话的 以前你每次续完我以后 我心里还都是会回叮你几句的 比如说你老啊说你坏了 嗯说你粗暴又野蛮了 总之还有很多很多 现在你想骂可以直接骂出来 不用憋在心里了 何文艺真的很爱你 何文艺是个好女人 如果没有遇上我 她一定会有一番成就和幸福的 她一定会的 如果我早一点认识她 我们会成为很好的朋友也不一定 她也这样说过 她跟我说要我向你道歉 占了你的位置 她和你都很善良 一直都是 从我遇上她 她一直对我都很好 感觉出来了 如果不是爱你爱到不可自拔的地步 根本不会在出车祸时 本能的一把将你推开 嗯 好了 不说她了 时间不早了 我们走吧 叔 下次再去看她的时候 也带上我吧 好 嗯 那咱们走吧 大概以后都不会再来了 就当 这是一场美好的回忆吧